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可以在這邊跟我們大家一起聚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如何聰明不變本 如何聰明不變本 你想要智慧嗎 你想要成為聰明的人嗎 你想就點頭 感謝主神必要是給你聰明的智慧 在我懷孕的時候就有人告訴我 你要多吃海鮮 吃海鮮你的小孩就會變得很聰明 然後你自己也可以補健你的身體 可以補健你的頭腦 當我的小孩一生出來 你知道我收到第一個禮物是什麼嗎 我收到一本書耶 那本書的名字叫做什麼 如何教出聰明的小孩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想要得智慧 你今天你也想要得智慧 我也想要得智慧 那我們要從我們的信仰裡面一起來探討 我們要如何得到這個從神來的智慧 什麼人是有智慧的 什麼人是愚昧的 在分享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是提到 在一個菜市場裡面有一個乞丐 那這個乞丐看起來就呆呆的 看起來就很勾引 那市場裡面的人呢就覺得 我可以整整他 大家怎麼整他 大家怎麼整他 大家就都拿一個五元跟一個十元 放在手心上 放在手心上給那個乞丐挑 親愛的弟兄姐妹 一個五元跟一個十元 你要挑五元還十元 兩個都挑 兩個都挑 有人比較貪心 有人兩個都挑 有人會選說我要挑十元 那這個乞丐他挑了多少錢 五元 哇好聰明喔 這個乞丐他挑了五元 他每次都挑五元 大家都覺得他好笨 都挑五元 那有一天呢 就有一個人 一個很有愛心的老太太 就問這個乞丐說 你真的有五元跟十元 你都分不清楚 這個乞丐怎麼回答這個老太太 他說 拜託喔 如果我每次都挑十元 他們下次就不跟我玩這個遊戲啦 所以呢 他就每次都挑五個 那大家都覺得這個乞丐怎樣 他是沒有智慧的人 大家都覺得他怎麼不知道這個貨幣的價值是多少 大家都覺得他用他們的眼光看起來 這個乞丐是不會選擇的 但是在這個乞丐的眼光裡面是怎麼樣 你們都是笨蛋 你們每次都跟我玩這個遊戲 其實賺到的都是我 我們知道每一個人的生命中 都有審次給他的智慧 都有審次給他的智慧 十九世紀有一個教育家 他叫做海倫凱樂 他看不到也聽不到 有一次在他大學演講裡面呢 有一個學生問他說 你覺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麼 他說有眼卻看不見 他沒有 他連想都沒想 他就直接說有眼卻看不見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得到這個世界 但是你懂得去分辨 是不是神說要給我們 你懂得去分辨嗎 這個教育家呢在他十九個月大的時候 也就是說他快要接近兩歲的時候 他生了一場大病 那他就看不見也聽不到 但是如果一個小孩生病的話 對一個家庭來講是很大的悲哀 但是他的媽媽教育他 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有生 讓他以靠有生成為他的智慧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他讀完了大學 他學會數學 他學會跟人家溝通 他讀完了大學 他畢業了 而且他成為一個很成功的教育家 他成為一個很成功的教育家 他對聖經的分享是 因為他看不見 所以他是看凸版的聖經 那在他的聖經裡面 有很多地方都被磨平了 他對聖經的地利是 這本書帶給我不一樣的生命 他帶給我智慧 他讓我知道 看不見是短暫的 但是我的心裡面有一個眼睛 讓我看到更長遠的路 今天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也要有智慧 我們要去分辨 什麼是神所幸悅的 什麼是能帶給我們祝福的 在聖經中裡面多次提及了聰明的 聰明的智慧的跟愚昧的人 聖經中很常常提到這幾個字 那聖經中所提到的愚昧的人 是代表什麼 是跟我們世俗的眼光一樣嗎 不會讀書 沒有知識 不會講話 不是 就是聖經中裡面所說的愚昧的人 是不敬畏神的人 是不敬畏神的人 不聽從神的話的人 對神的教導產生懷疑 不相信的人 這就是聖經裡面所說的愚昧的人 我們從歷史歷代神所拣選的聖徒 還有領導者身上 還有軍王者 你看見他的生命中有什麼 他們有依靠神的心 他們的智慧從哪裡來 從神而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相信智慧可以從神而來嗎 你信嗎 我要告訴你智慧是從神而來 智慧是從神而來 今天我們所讀的二十一節 他說他們雖知道神卻不做 不當做神榮耀他 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現在的時代潮流 告訴我們是什麼樣的時代 自戀狂的時代 我們現在是什麼樣的時代 是一個自戀狂的時代 自戀狂已經變成現在的無化潮流 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怎麼樣 我好棒 我最厲害 什麼事情 我都可以 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有沒有 曾經應該都有吧 我也有 我們都變成一個自戀狂的時代 我很棒 我很厲害 我們有時候會因為這樣 而不懂的去關心別人 甚至更嚴重的是 我們不聽神的話 因為我們根本就聽不進去 我很棒 我很厲害 我們知道創世紀的時候 亞當跟夏王他們怎麼墮落呢 他們也是自作主張 想要把這個主角握在手上 他們覺得我如果吃了那顆果子 我就可以變成神 我就可以變成神 他們想要得到那最大的智慧 但是他們因此就墮落了 他們因此就墮落了 他們想要當上帝來分辨三合 不讓上帝做主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聖經中 雅各書有一件經文我很喜歡 他在四章十三到十六節他說 你們有話要說 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 在那裡住一年做買賣得利 但是雅各書的做得怎麼說 他說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什麼 原來是一片雲霧 出現一下就不見了 我們都會有計畫 我們每一個人在我們的生命中 我們都有我們的計畫 我們是不是像雅各所說的 我們計畫我們明年一年 要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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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雅各要提醒我們 我們的生命如何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的生命交托在誰的手中 交托在神的手中 交托在神的手中 很多人開始不相信上帝 開始相信我們自己 開始相信我們自己 我們想要以我們自己為中心 我們忘記看見我們的有限 我們是有限的 我們要來到神的面前 承認我們是有限的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我們上次聖餐的時候 我們有邀請二水教會的 影顯牧師李牧師來到我們這邊正道 他有跟我們提到 美國人現在已經越來越不喜歡在公開的場合 提到耶穌基督 提到耶穌基督 他們把耶穌基督逐出校園 也就是說他們正教分離 正式歸正式 宗教歸正教 他們在校園裡面也已經不提到信仰這件事情 不過呢 當他們做這個決定之後 在他們的社會裡面造成什麼影響 他們的學紅的成績 以美國的評分來說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下降了八十分 那他們呢 徹底奉行自由主義之後呢 他們的罪力上升了百分之五 上升了五點六倍 上升了五點六倍 他們的暴力情況 為父爸媽增加多少 四點一倍 四點一倍 每年殺掉的小寶寶有多少 有一百六十萬 有一百六十萬 那麼呢 艾滋病增加了三點五倍 而且我們時常都可以看到 殺人 小孩子殺了媽媽 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一直覺得在最近這幾天 這新聞裡面一直報導 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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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看了都覺得壓力好重 我們知道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讓神 住在這個地上 我們沒有把上帝國實現在這個地上 我們徹底的奉行什麼 自由主義 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我們都知道 神是愛我們的 祂希望我們每個人彼此相愛 但是我們接不接受這個愛 我們有時候不接受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可以 在美國2012年就發生五次的集體屠殺事件 集體屠殺事件 有三萬人死於槍 槍職的底下 這裡面包括自殺 凶傷 我們知道三萬人非常的多 所以這就是徹底奉行自由主義的結果 親愛的弟兄姊妹 從很多的經驗跟實際的 見證上面都告訴我們 當人自己稱為聰明的時候 煩到成為愚蠢 煩到成為愚蠢 簡單來說 人的稱讚必須要從神而來 人的稱讚必須要從神而來 神是會讚美人的 神是會讚美人的 你看以前所有的信徒 當他們做對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被讚美 有 有沒有被讚美 有 神是會讚美人的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要把這個榮耀 歸給我們的神 我們要歸榮耀給神 那你就是聰明的 你就是有智慧的 你知不知道林書豪是誰 知道我也知道 林書豪是誰 我們都知道 他為什麼會抱 因為他籃球打得很好 因為他籃球打得很好 但是我們在知道 林書豪每次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都把榮耀歸給誰 他都把榮耀歸給神 他都把榮耀歸給神 他的信仰 接著媒體這一趟快車 迅速的傳到世界各個角落 大家都知道他是什麼 基督徒 大家都知道他什麼基督徒 這種傳播的速度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快 因為林書豪 所以我們可以在FB上面 一直常常看到 原來林書豪是基督徒 那我也要讀聖經 我也要像林書豪一樣 有這個信仰 你可不可慕像林書豪一樣 有這麼堅強的信心 你可慕 我告訴你 你可慕的時候 你就做得到 你可慕的時候 你就做得到 因為他的理念 神賜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 只要他可以 你也可以 我們知道在我們人生中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成就 神賜給我們每一個人 有不一樣的恩賜 你要把這些恩賜發揮出來 不管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學業 在你的課業上 在你的人之境關係上 只要你把這些 就是你的恩賜展現出來 你可以跟林書豪一樣 但是 我們也要跟他一樣 把榮耀歸給神 把榮耀歸給神 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都有一個很詳細的計畫 都有一個很詳細的計畫 這個計畫 是為了讓你榮耀他 讓你榮耀他 所以當我們得到掌聲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榮耀歸給上帝 你要把這個榮耀歸給上帝 媒體總結 林書豪成功的主要要素是什麼 就是他有堅定的信 他有堅定的信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要在這邊特別提醒我們大家 如果神要藉著他使萬人信主的話 那撒旦也要藉著他使萬人跌倒 撒旦也要藉著他使萬人跌倒 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為他祷告 有些人當他在爆紅的時候 就有將會發起為他祷告的活動 希望他在這麼成功的裡面 仍然將榮耀歸給神 同樣的也要在我們的身上實行這個步驟 當你得到榮耀的時候 記得把你的榮耀歸給神 把你的榮耀歸給神 另外我們知道在我們華人的世界裡面 我們特別不喜歡稱讚我們的小孩子 我們會覺得他做錯是什麼 概念 那他做對是什麼 應該 我們會覺得小孩子做錯就是要給他媽 不過如果做到爸爸媽媽通常都癢癢 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有時候我們要適時地讚美我們的孩子 我們要適時讚美我們的孩子 提醒他把這個榮耀歸給神 提醒他把這個榮耀歸給神 那你的孩子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他就會學習把這個榮耀歸給神 我們要從小開始教導 那他就會有這個希望把榮耀歸給神 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感謝 剛剛我們的師匯在禱告的時候 他說了幾次謝謝 我十隻手指頭都說不完 我們要時常獻上感謝 我們知道不知道感謝的人 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如果你今天拿一樣東西給一個人 他沒有跟你說謝謝 你心裡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我這麼愛他 他怎麼連醫生謝謝都沒有說 拿了就走 會不會 多少有一點點 多少有一點點這樣的成分在 不知道感謝的人 他就是吃虧 他就是吃虧 會讓人家不願意與他分享 保羅說 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 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 如果我們今天有健康的身體 你要獻上感謝 很簡單的事情 你有沒有健康的身體 有 你就要獻上感謝 你有沒有飯吃 有 你有沒有衣服可以穿 有 你有沒有好朋友 有 你有沒有親人 有 這些這麼簡單的事情 都要獻上感謝 都要獻上感謝 我們所有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 如果你不獻上感謝 那你就是把自己封閉起來 你就是把自己封閉起來 不獻上感謝的人 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他很容易懷疑別人 他很容易懷疑別人 他會覺得 哎呀他送這個東西給我 一定是 有什麼要求 他很容易懷疑別人 再來呢 他會拒絕別人 當他開始懷疑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啊不能不能不用 因為他怕他接收了 他就怎麼樣 我也要付出代價 所以我們知道 不會感謝的人 他會有懷疑跟拒絕的心態 這樣會導致什麼 那你就把自己封閉起來 你得著的祝福也就越來越少 別人看到你就知道 啊那他可能不喜歡跟我在一起 其實你明明就沒有那個心啊 可是他就會覺得 你就不願意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時時刻刻獻上你的感謝 獻上你的感謝 有時候你說一句謝謝 哇那個人就已經高興了半天 其實你都不知道 我們知道謝謝這句話 感謝這句話非常的重要 同樣的 你也要把這個感謝 獻給我們的神 他給你多大的祝福 他給你多大的恩膏在你身上 你有沒有跟他說成謝謝 有時候我們真的都會忘記 從前有一個國王 他的名字叫做寶貝 我們都叫他寶貝國王 這個寶貝國王呢 他有幾個孩子 還有四個孩子 這四個孩子都很乖巧 那我們知道在當國王的寶貝 有什麼好處 就是也能一直吃 可以一直吃 還有三針海味 每個地方都會送上三針海味 來到他們的面前 哇這些孩子每天都一直吃 一直吃 那這個國王就發現了 可惡 我的小孩吃飯前都不禱告 我的小孩吃飯前都不禱告 再怎麼講就是不聽 那我一天呢 國王就也是一樣 把這些孩子都叫來吃飯 忽然間 有一個乞丐就跑進來啊 跑進來就開始拿著食物 就往嘴裡塞 狼吞虎厭 那乞丐怎麼樣 髒髒的 也稍微臭臭的 這些孩子就覺得 哎唷 怎麼會這樣 那他就一直拼命吃 完全都不顧那些孩子的眼光 那你當一個孩子 你會怎麼樣 當然趕快看爸爸啊 看這個寶貝國王 我們不能救他 他們就趕快一直要暗示 寶貝國王說 把這個乞丐趕走 那這個寶貝國王 連吭聲都沒有吭聲 一個步驟也都沒有做 好 過沒多久 東西都被吃光光了 乞丐就擦一擦 走出去了 孩子 第一個會跟爸爸說什麼 你怎麼沒有趕快走 你怎麼讓他這樣一直吃 而且他連吃完 連一聲謝謝都沒有說 就走了 哇 這個寶貝國王啊 就跟他說 跟他的孩子說 你知道嗎 你們就跟這個乞丐一樣 你們每次吃飯請有禱告嗎 你們還不是一坐下來 拿了就吃拿了就吃拿了就吃 這個孩子本來是一直哭的 他覺得喔好恐怖 可是聽完爸爸的話之後 他覺得好有道理 所以他們呢 連哭都沒哭 他們連哭都沒哭 這個爸爸用一個雖然比較 比較特別的經驗來教育這些孩子 但是讓這些孩子知道 你就是要學會感謝 你就是要學會感謝 我們知道 為什麼 以色列人要在旷野走四十年 因為他們不線上感謝 他們反而埋怨的比感謝的多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一定會犯這個錯誤是 埋怨的比感謝多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你回家的時候 你聽到讚美多還是埋怨的多 埋怨的多 你看啊 你那個碗都不洗 還坐在這邊看電視 你作業寫了沒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活中 埋怨的比感謝的多 親人之間也是這樣 朋友之間呢 也是這樣 公司之間呢 也是這樣 你那些工作怎麼還沒做 你怎麼這樣拖拖拉拉 哇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要改變這個世代 就要靠我們各位 要靠我們各位 去把這個感謝的心 傳染給每一個人 我們真的要學會感謝 當我們學會感謝的時候 神經上怎麼說 當你獻上感謝的時候 便是榮耀我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願意榮耀神的時候 當我們願意獻上感謝的時候 你就得到數天的智慧 我告訴你 那個智慧一定 你想不到的要加定在你身上 因為當你越榮耀神的時候 當你越感謝的時候 那個智慧就要加倍的 在你的身上 我們每一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或者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有問過我為什麼要存在嗎 你有問過別人問過自己 我為何要存在這個世界上嗎 我為何要存在這個世界上 爸爸會說 我是為了我的小孩工作而存在 媽媽會說 我是為了煮飯做家事而存在 小孩子會說 我是為了孝頌我的爸爸媽媽 為了讀書而存在 每一個人都找到他一個存在的價值 但是有時候我們還是會問 我們為什麼要存在 親愛的弟兄姐妹 人存在有一個理由 那個理由怎麼找到 就是來到神的面前 因為是創造我們 只有來到神的面前 才能找到你存在的理由 就如同你的爸爸媽媽生下你的時候 他一定會告訴你 你來幹嘛 小生活的 做家事的 有沒有 我相信爸爸媽媽都跟你的孩子說過這句話 但是唯一能找到你存在的理由 我就是來到神的面前 問神說 我為了不要存在 那今天神你要告訴你一個簡單的答案 那個答案就是順你 那個答案就是順你 耶穌基督有沒有順服神 有 他順服神的指命 他把神的意念放在他的心中 他把神的事情 當做自己的事情 他把神的方法當做方法 他完全的順服神 為什麼我要說到順服 一個討厭神的人 他也一樣要順服神 我們知道神創造這個世界 他創造空氣、陽光、水 你能說我不順服神 所創造給我的嗎 你能說我不要順服神 我不要空氣我就要活著 不可能 你一定要順服在神的權柄底下 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創造的 我們一定要學會順服 我們一定要學會順服 我們唯一順服就能看見神的榮耀 我們就會把這個榮耀歸給神 當我們順服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見神的榮耀 把這個榮耀歸給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 無論今天我們的地位高低 無論我們的身分是什麼 神都要彰顯榮耀在我們的身上 因為這就是祂創造我們的目的 當你把這個榮耀歸給神的時候 你所得的祝福就越來越多 我們從爸爸媽媽教導小孩子 跟經驗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的小孩子如果今天越來越聰明 你會怎麼樣 趕快帶他去補習啊 讓他去學鋼琴 讓他去學表題琴 讓他去學素朵 讓他去學畫畫 為什麼 因為你要讓他得到更大的榮耀 同樣的 你今天榮耀神 神會怎麼樣 趕快啊 在家庭祝福在你的身上 為什麼 因為你得榮耀就是神得榮耀嘛 當你得榮耀的時候 就是你的爸爸媽媽得榮耀的時候 所以只要你願意榮耀神的時候 你的祝福是什麼樣 是加倍 你在神的面前是一個聰明的寶貝 你在神的面前是一個得勝的寶貝 因為你榮耀他 你讓他得到榮耀 所以神必要加添更大的榮耀在你的身上 親愛的弟兄姐妹 最後送你們一節密集 送你們一節密集 我們知道有時候 我們都會有什麼什麼什麼密集 今天也要送你們一節經文 當作你們的密集 經文這樣說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關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關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得到智慧 但是智慧就從神而來 一定要記得 神要吃滿滿的智慧跟祝福在你們的身上 我們要一起來唱我們今天的回音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唯有神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就能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 我們要學習神的樣式 讓我們成為祂的耳語 因為神要在這邊大大的祝福我們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喔主 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是我的動作心 你指引 我願 將你話語 深藏在我心 著入小的光 著在我將前 體能 求祢健庫我信心 我的地獄 求祢健庫我信心 求祢健庫我信心 我的地獄 佛祢健庫我信心 求祢健庫我信心 你詞 求祢健庫我信心 我願 求祢健庫我信心 才能夠信心 求祢健庫我信心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确定的钥匙 是我能找回你所幸运的爱女 是我的生命能够将写你荣耀 祝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 哦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 是我能够存起你之意 我愿将你花雨深藏在我心 祝我小明光 向回我脚前平等 祝你借过我心心 祝你借过我心心我的意念 祝你借过我心想公开 祝我能勇敢向前行 祝你借过我身 WIL 祝你借过有时我能违软弱 求你带领我 是我不会再退做 祝你借过我尽命 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 而愈 使我的生命能够显现的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提到如何不要变笨 我们要得着从神来的智慧 我们的生命中需要有神 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你要把你的生命交通给神 那你就会从神得着更多的智慧 在这边有一段歌词 它说我知道有时我仍然会软弱 你有没有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哎呀我就是不行 你就不要叫我去 我相信你都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这句话 那就不适合我啊 为什么我要去 但是在这边歌词怎么说 求神带领你让你不会退缩 神带我们每一个生命中都有我们很好的旨意 但是你要求神让你在这里面坚持下去 你需要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有这样 你才能荣耀神 你才能荣耀神 在耶稣的身上 他也一定会跟神说 这么苦的路我怎么能走 但是神在他们的生命中 他就继续这样走下去 他就继续这样走下去 今天有可能你第一次唱这首歌 有可能你对这首歌很不熟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得神在你的生命中 神在你们的生命中 我们在一起唱这首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成就那一件伟大的事情 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祝祝祝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祝祝保守我的心 我的灵念 使我能够尊心你指引 我愿将你花余神藏在我心 祝不想你我 祝我能够尊心你指引 我们祝祝你坚固 我信心我们的力量 使我能勇敢向前进 神要治留我们力量 祝我只能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决定的药师 使我能成为你说喜悦的儿女 使我借生命能够彰显的荣耀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祢在万人之中 建选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主啊祢让我们明白 我们是何能有福气的人 主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仰望在祢的面前 求祢的圣灵如同雨水一样浇灌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唯有我们依靠祢的时候 我们才能得着那属天的能力 聪明的智慧 主耶稣我要相信祢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就大事 成就连我们都意想不到的见证 主啊求祢彻底翻装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把我们骄傲的心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 赐给我们一颗千倍的心 请精神 因为我又与祢连结我们的生命才能得着真正的更新 主我们愿意更深的渴慕祢 愿祢大大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 赐给我们力量智慧在这世代分别为圣 也使用祢家庭满意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 因为我们是祢的宝贝儿女 主耶稣谢谢祢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再次聚集在这边 我们要再次向祢献上感谢 我们只要祷告这是佛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